世界上最强的十个交通工具 能在空中360度旋转的快艇 还有跑着跑着就能飞起来的汽车 而第一名的越野车更加强悍 不仅能翻山越岭 还能在水上飞驰 你见过吗 本期的好奇指南针 就和大家去做一做那些设计奇妙的交通工具 点击订阅 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 不运船的游艇 没坐过船的人 第一次都会被晃得晕头转向 吐得昏天黑地 几乎没有例外 但如果有一艘游艇 即使面对波涛汹涌 也能让你如履平地 你会不会心生向往 有美国一家公司推出的Martini游艇 就是这样的神奇存在 它是一艘长约50米的双T超级游艇 采用了具有突破性的稳定技术 可以轻松地在水面滑航 吸收任何可能让乘客运船的起伏运动 之所以如此神奇 全来自于它独特的身体构造 它的主船体之下 还有两个动态船体 之间用悬挂系统连接 简直和汽车避震器一模一样 而且更厉害的是 这种电动悬挂技术 还是一种主动减震模式 可以实时对海水运动作出反应 根据海浪的高度和角度自动调整 在这样的独特设计下 不管海水是横摇 纵摇 还是上下起伏 都会被两个船体吸收得干干净净 即使在海浪中高速移动 海员和客人站在悬浮的甲板上 几乎没有任何感觉 有了这艘游艇 容易运船的人 再也没了后顾之忧 可以尽情地享受海洋上旅行的乐趣 第九名 电动平衡球 平衡车 大家见过不少 但长得像足球的平衡车 相信很多人没见过 而这个在脚下不断旋转的球 就是我们要介绍的神器 名叫Gerable 这个球体本身的大小 与篮球差不多 直径只有大约25.4公分 重量也只有9公斤 主要外部主体 是一个可更换的橡胶轮胎 特殊的球形设计 并不是为了划重取宠 而是让它能时刻保持最佳重心 而且它将这种技术 与陀螺仪技术相结合 让骑行者身体的任何变化 都会被平衡车收集 并及时做出回应 这样超高的稳定性 保证骑行者们永远不会跌倒 而且这个车非常好操作 通过球体侧面的按钮就能打开 后续的练习也十分简单 当踩在Gerable两侧时 重心也就自然地落在了电机之上 非常容易学习和骑行 基本上在10分钟内 就能学会并适应 内部配有500瓦电动机 凭借着高性能 最高速可达20千米每小时 充电口位于球的一侧 只需冲上2.5个小时 它就会完全满电 然后就能让一个重100公斤的人 连续骑行25公里 不实用的时候 也能原封不动 变回一个球 收纳起来也很方便 非常适合穿梭在城市之间 不过比起电动平衡球 我相信大家 更想做一座下面的鲨鱼 它不仅能带你飞驰水上 还能潜入海底 第八名 鲨鱼快艇 一头鲨鱼突然从水里 一跃而起 来势汹汹 但不要惊慌 其实 它并不是真的鲨鱼 只是一艘快艇而已 国外一家公司 利用动物仿生学 设计了一艘小型快艇 外形和鲨鱼相似 于是得名鲨鱼快艇 260匹马力的增压发动机 让它的速度 可以达到70公里以上 而流线型的设计 让它能真正的像鲨鱼一样 在水面上来回翻滚 坐在船内 就像是在挑战 令人心跳加速的过山车之旅 更不可思议的是 它不光能在海面驰骋 还能在水下遨游 密封的设计 可以让它在一米深的水下 依然保持高速行驶 而且强大的增压发动机 可以让它在跃出水面的一瞬间 冲到5米高空 并做出360度旋转的高难度动作 那种感觉 就像驾驶战斗机一般 还别说 它的大部分部件 还真的是来自退役战斗机 想象一下 在水上以7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驰 然后突然潜下水里 几秒钟后 鲨鱼船猛烈地冲出水面 飞到5米的空中 接着在尖叫声中 重新落入湖面 是不是非常刺激 第七名 代步车中的变形金刚 电影《变形金刚》中酷炫的机器人 曾经让我们无比向往 而现在儿时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日本研发的坐骑机器人 就堪称代步车中的变形金刚 就造型而言 它采用了一种 看上去更酷 更独特的倒三轮设计 这使得它处于折叠形态时 看上去就像一只大袋鼠 也许正是因此 才用意大利语的袋鼠 King World给它命名 虽然看着像袋鼠 但它却能完成 坐骑该做的所有工作 不光能载人 还能像宠物一样跟随主人 甚至通过语音和特定动作 与主人进行交流 当处于跟随模式时 它会缩小前后轮的距离 收回坐垫 时刻跟随在主人身后 即使跟丢了 它内置的雷达导航系统 也能让它找到回家的路 当需要骑乘时 它将进行一系列变形 前后轮回打开 使整车长度拉长至750毫米 并弹出坐垫 看上去就像是一款电动三轮车 虽然最高车速仅有10千米每小时 无法帮助主人赢得赛车比赛 但它独特的悬挂系统 可以自动检测倾斜方向 帮助主人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绝对是穿梭大街小巷的最佳帮手 无论是有趣的变形动作 还是特别的骑行方式 它都毫无疑问是最酷的机器人之一 怎么样 是不是已经行动了呢 第六名 蜘蛛战车 外观如此怪异的机械战车 你见过吗 更神奇的是 它不仅长得像蜘蛛 还能像蜘蛛一样 在墙壁上垂直攀爬 这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这种会行走的机械腿 早在之前就出现过 结构非常复杂 主要是由六部分的金属框架组合而成 随着轮子的转动 机械腿就会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前进 看上去非常神奇 而视频中的这位小哥显然不满足于此 为了让蜘蛛战车名副其时 他居然为自己的战车设计出了攀爬能力 为此他设计出一种空气炮 由一个气罐和飞镖组成 随着空气炮的射出 飞虎爪会直接固定在了屋顶外延上 而随着钢缆的慢慢收紧 在缆绳的强力支撑下 蜘蛛战车就成功地行驶在了墙面上 但脑洞大开的外国人 可不仅仅做了会爬墙的蜘蛛车 还设计了蜘蛛腿的滑板车 看起来踩在两只螃蟹上 更厉害的还要数这位 他直接把摩托车的轮子换成了蜘蛛腿 还别说 远处看真的很像骑着一只巨大的蜘蛛 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法拐弯 但偶尔出来兜兜风 还是很炫酷的 上班族通常会选择捷运座位通勤工具 但尴尬的是 出站后总要走上一两公里 才能到达公司 而这最后一公里最让人犯难 走路有点远 坐公交浪费时间 而此时 你最需要的就是这双 风火轮溜冰鞋 穿上它之后 你的速度立马提升四倍 还不影响上下楼梯 让尴尬的最后一公里不再尴尬 它看起来和普通溜冰鞋差不多 实际上却是内置四个轮子 和电动机的新型代步工具 最大时速可达到25公里 只要充电1.5小时 就可以畅晚2-3个小时 而且穿戴起来异常简单 套在你的运动鞋上即可 只要身体前倾带动轮滑 就能随时随地溜冰 左右两侧和脚后跟的小轮子 随时为你保持平衡 即使是初学者也能很快掌握 而它的另一个设计亮点就是 穿着它你仍可以正常行走 当遇到阶梯时 脚尖触地就能像穿着 普通鞋子一样行走 它还有专门的软体 只需要通过蓝牙和手机箱连接 就可以查看电池的状态和性能 据悉 火箭溜冰鞋不同型号的售价 在249-599美元之间 有了它 不用动就能飘进公司 你期待吗 第四名 飞行汽车 指出现在科幻电影中会飞的汽车真的来了 坐飞机日常出行也许会成为现实 斯洛伐克工程公司发布的全球首辆四座飞行汽车AMNEXT 或许将改变我们的出行方式 早在2017年 该公司就曾研制出首款双座个人飞行汽车AM4.0 本次推出的AMNEXT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巨大升级 它巧妙地融合了超级跑车和轻型飞机的特点 在陆地上 它是一款超级炫酷的跑车 而一旦需要起飞 它就能在三分钟内转换驾驶模式 打开隐藏在机腹下的机翼 瞬间化身超级飞机 而且它的优势还在于 不需要专门的跑道 可以直接在马路上起飞 而且AMNEXT的定位非常清晰 就是提供空中轿车服务 要知道在160-800公里的旅程范围内 人们往往面临一个尴尬 那就是开车太远 坐飞机又太近 而AMNEXT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能为游客提供门对门的出行体验 大大节省短途旅程时间 也许以后我们出门 只要一个电话 就会有架飞机停在门口 是不是很期待 第三名 载人飞碟 你有没想过 有一天外星人的专属座驾 居然会成了人类的出行工具 而这个外星酷似飞碟的飞行器 就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新的选择 这个名叫Hoverstar H1的飞行器 来自中国深圳的一家公司 相对于其他飞行器的概念来讲 H1的尺寸是所有路空两用飞行器中最小的 尺寸只有2米乘1米8 普通状态下它可以像正常摩托车那样行走 冲完一次电可行驶50公里 而到了空中则可行驶10公里 最高可离第30米 不过这款飞行摩托对体重是有要求的 它的载重能力只有150斤 体重太胖的话就无缘享受了 H1不像传统的飞行汽车那般采用封闭式驾驶舱 而是跟普通摩托车那样采用露天式设计 让观景感受更加刺激 但它最大的特点是可垂直升降 而且应用的陀螺仪技术 可进行手动和自动模式的选择 在上升过程中如果发现不平衡 它会自行调节 对于不会驾驶机动车的人来说 只需简单学习就能轻松掌握 据说这款飞行器的研究只耗18个月 速度相当惊人 不过目前还没有正式量产 想要体验一番的朋友还需要慢慢等待 第二名 蔚来汽车 蔚来汽车长什么样 雪铁龙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这台概念车的设计思路十分独特 造型类似于飞机驾驶舱 因此也有很多人说它是概念车中的UFO 从外观上看 像极了一个巨型胶囊 和现在的汽车有很大差别 平滑的流线设计 更加接近陆地上的飞行器 让整体造型极具蔚来的科幻感觉 设计师还专门弱化了车头和车尾的存在感 前后轮的长度几乎就是车身长度 这样做可以进一步拓展车内的乘坐空间 毕竟砍掉了发动机舱和后备箱 内部空间简直巨大 打开车门之后也相当震撼 这台车的内饰更像是一件艺术品 后座更是给人一种在家的舒适感 坐垫的硬度和外观 说是沙发也不为过 而且整个车顶采用了透明的材质 坐进去之后 可以感觉到四周都是通透的 360度无死角视觉体验 那是相当哇塞 另外一个不同点就是 它前后安装了两台电动机 可以实现全时四驱 续航里程可达到800公里 而且在极限输出下 甚至可以让你拥有弹射起飞的体验 如果这就是蔚来汽车 那确实值得期待 不过比起等待 更多人希望现在拥有 下面这款水路两期越野车 比起蔚来汽车则更让人惊讶 也更让人心动 第一名 水路两用越野车 越野车你可能见过 但你见过既能翻山越岭 还能能变身快艇 在水上飞驰的越野车吗 这款名叫Kwatsky的越野车 结合了山路四轮摩托 和高速摩托艇双方面优点 不仅越野能力不错 而且在陆地和水面上 都能跑出80公里的时速 堪称世界上最快的水路两气产品 在陆地上 它是货真驾驶的山路越野车 轻便的负荷材料外壳 更强的悬挂系统 让你即使面对各种烂路 依然如履平地 而它最大的亮点 就在于它的变身 可以瞬间完成 轻触按键 只需要五秒钟 无论你是从陆地进入水面 还是从水面进入陆地 都可以轻松享受 轻盈灵活 异常平稳 即便是毫无经验的新手 稍加练习 即也可以高速行驶 好好体验一番速度与激情 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避震效果出奇地好 不仅高速行驶稳定 而且对颠簸的过滤 也异常地有效 当然这么拉风地做起 价格自然也相当不菲 4万美元的售价 让一些异象者望而却步 不过只是体验一下 还是可以做到的 看完以上的视频 你最想尝试 第几款交通工具呢 如果你还知道 其他奇葩的交通工具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订阅按赞 好奇指南针下期 也会为你带来更多精彩 感谢观看